好,我们来看下一条 近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队员头戴口罩 接收了最新一艘苍龙级潜艇 这艘潜艇首次用锂电池取代了传统的铅酸电池 引发了人们对日本水下战力的又一轮关注 日本海上自卫队3月5号发布消息 第11艘苍龙级潜艇黄龙号交付入列仪式 当天在三菱重工神户造船厂举行 从日方报道的画面可以看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自卫队对参加入列仪式的人数进行了一定限制 艇员们在列队时都佩戴了口罩 据了解,黄龙号是首艘换用锂电池的苍龙级潜艇 也是世界上首艘完全用锂电池取代传统铅酸电池的常规潜艇 该艇长84米,标准排水量2950吨 潜航速度20节,约合时速37公里 于2015年11月开工建造,造价约5.8亿美元 虽然黄龙号的外观与其他仓龙级潜艇并无差异 但由于换装了锂电池,储电量成倍增加 连续潜航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幅提升 河南信阳的网友郑关忠提问 黄龙号是世界上首个换装锂电池的潜艇 相比传统铅酸电池,用上锂电池有什么优势呢? 锂电主要是三大优点 第一个是电容量大 按照同等重量来比较的话 锂电的蓄电量是铅酸电池的两倍 那么第二个优点是它大电流冲放电能力强 大电流放电能力强 意味着你跑高速的时候 高速性能比铅酸电池要更好 那么第三个优点就是它没有记忆 铅酸电池是有记忆的 所以在使用过程当中 必须严格按照规范 冲满了再放 放干了再冲 而且实际过程当中 你是不可能做到这么规范的 所以经过一定周期之后 就要回码头进行一次深度的冲放电 这在使用上来说很麻烦 离电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感谢您的观看